哈喽大家好,我是Jun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又是一个拔草的视频 主要是以彩妆品为主 数量比较多呢,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说说脸部的彩妆产品 这一款是Nutrogena路德清家的一个高光棒 4号是10号Monstone 它有明显的闪光颗粒 上脸之后会显你的皮肤粗糙 就没有美宝莲的那款高光棒好看 接下来是几款防晒的 试用妆,这款是卡尼尔加新出的一个系列 其中的一款防晒霜 这款上到眼睛的周围 剧疼剧疼,绝对不推荐大家用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厚重 涂在脸上也不舒服 接下来是两款Bear Republic防晒霜 它家做了很多很多的防晒霜 它要推很久才能够推开 其中SPF50的这一款 它上面是写着Sport 就它这种质地只适合大家在游泳的时候 涂超级超级白 日常涂的话绝对不能上街的那种白 SPF30的这一款它里面是有闪亮颗粒的 涂在脸上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颗粒感 感觉就是在涂一个磨砂膏 而且肤感非常差 有明显的刺激感 上脸之后有明显的紫绿色的闪亮颗粒 很像是孩子的那种化妆品的感觉 这个牌子的产品就是非常非常难卸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眼部的产品 首先是这一款Pear夹的睫毛夹 这一款的睫毛夹它不是很贴合我的眼型 在夹眼睫毛的时候 眼角的地方它会夹到我的眼皮 很疼很疼 眼尾的地方还会夹到我这边上眼脸的脸颊 就是整体这一款的形状就不太适合我 接下来是这款Too Faced家的液体眼影 其实这一款全系列色号有很多 我选的是这一款接近肤色的颜色 Cocoa Cream 我选这个色号的原因就是 我平时眼角的这一块地方会有 很严重的眼睛的色素沉淀 就像高粉底液都没有办法把它遮掉 所以我要用这种液体眼影来把它遮掉 这一款颜色的话上我眼睛是OK的 的确可以帮我遮掉这一部分的色素沉淀 但是它的质地不行 它的质地会非常非常的卡纹 而且涂在眼皮上面也很粗糙 就是感觉不服贴 接下来是这一款Cocoa Cream家Doy Wink的 这一款闪片眼影 色号是1号Gold 非常软的质地的那种眼影膏 上眼之后就是这种星星点点的碎钻的感觉 没有什么底色 以前很喜欢日系化妆品的时候 是很喜欢这种比较散的闪片的感觉 但现在我更喜欢的是Stella液体眼影的那种 比较集中的闪钻的妆效 另外这一款上眼之后时间长了 它会在双眼皮的地方有基线 接下来我们来拔草一堆睫毛膏 我这段时间又尝试了非常非常多的睫毛膏 我的睫毛条件非常的差 容易塌 而且也很稀疏 也很短 很少会用到让我特别喜欢的睫毛膏 首先是Stella的这款Huge 它的刷头非常像我喜欢的欧莱雅天堂睫毛膏的样子 这款Kevin D的Go Big or Go Home睫毛膏 这两款上到眼睛之后都不会觉得特别的厚重 都是比较偏干的质地 拔草它们的原因就是20分钟之后都会塌下来 所以不是很卷翘持久的两款产品 接下来是Tarte的Man Eater这一款睫毛膏 Benefit的这一款Bad Girl Band的睫毛膏 这两款睫毛膏都是属于刷头偏硬的睫毛膏 效果也都差不多 它们的卷翘度只能保持一半 虽然不会完全的倒挂下来 但是也只是平的这个样子 浓密和牵长度感觉都是一般 的确你涂完之后睫毛会有一些些存在 但是绝对没有欧莱雅Paradise的那款存在感那么强 接下来是Way & Wild家的这两款睫毛膏 Mega Lens和Mega Volume涂了一个寂寞 没有什么效果 这一款E Cosmetics家的Lash Blowout睫毛膏和这一款Benefit家的Roller Lash 这两款睫毛膏的使用感也是比较类似的 会有一点点效果 但是到中午之后睫毛都会自然的塌下来 卷翘的持久性不是很好 因为我对睫毛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卷翘 而且Benefit家睫毛膏跟它家很多的产品一样都非常的硬 接下来是Alta家的两支睫毛膏 粉管的这一款刷头真的非常的小 子管的这一款刷头是比较有弯度的 粉管的这一支是边涂边塌 刷完之后完全没有存在感 子管的这一支虽然是有一点点存在感了刷完之后 但是一个小时之后也就马上塌了 接下来这款Urban Decay的Lash Freak睫毛膏 它这一款非常非常的难闻 而且它的膏体都黏糊在了这个刷头上面 非常容易塌 接下来这款Buxom的Big T Splumping Mascara 睫毛就是应该向太阳花的方向去进展 但它是会参差不及乱七八糟 边土边塌 接下来是Buxom家的Extrovert睫毛膏 它的刷头是有菠萝形状的 牵肠和浓密度都是普普通通 卷翘度只能保持一半 蓝蔻加耳朵这个系列一开始是出了香水 之后就出了很多的彩妆 这一款刷头也是非常benefit的那种硬硬的刷头 卷翘度只能保持一半 如果你睫毛不像我垂直我朝下的女生的话 可能用它还会OK 但是像我这种睫毛直接就是都是垂直朝下的女生 真的不行 接下来是Mac家的这一款睫毛膏 它和benefit家一样都是这种硬硬的刷头 膏体的话就是油膏状的感觉 会粘连在睫毛膏上 而且非常容易塌 接下来是Pemme Grab的这一款睫毛膏 我一开始对它期待还蛮大的 因为很多人都给了好评 但是我用下来觉得真的不行 它的质地虽然不是很厚重 浓密和牵肠程度都不是很高 到了下午之后 卷翘度就塌了下来 只能保持一半 接下来是这款Elme的眼部卸妆液 这一款完全卸不干净 而且有很明显的刺激感 这瓶化妆水真的非常差 首先我们说一下它的喷头 它不是细密的喷雾 它是这种力气比较大 如果大家想要非常享受的那种 像雾一般的喷雾的话 它不是的 它只是一般化妆水的喷雾 所以绝对不推荐大家 带妆的时候拿它当补水喷雾喷 很容易就把妆都退化了 它的气味就是一般保养品的味道 不是很难闻 但也绝对不好闻 拔草它的主要原因 就是它上脸会有刺激感 就比如说我最近皮肤特别干 这里有干皮的时候 喷在上面会有刺痛感 而且因为它是喷雾嘛 所以很容易就会喷到眼睛的周围 它只要喷到我眼睛的周围 就会有火辣辣的灼热感 非常不舒服 如果不小心静一点点 静眼睛的话 超级超级疼 一定要马上洗眼睛才行 所以这一款 我也是绝对不推荐大家来用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拔草的是 Cover Girl出的这一系列的高光膏 第一个颜色它是有点橘色 亚洲女神用在脸上非常的不友好 200号这个颜色是带紫色的 只有非常白的女神才会用这个颜色 而且是要配合化非常空灵的妆 第三个颜色是透明的 涂在皮肤上会有凉凉的水水的感觉 比较适合 皮肤比较好 就是你不用打底 就只是想要为皮肤增加点光泽的 干性皮肤的女神来用 因为我是瑕疵皮肤 我肯定脸上已经化了底妆了 我再用这个就会把我的底妆推开 但它一点都不闪 就像涂了一个bomb一样 然后400是So Guilty 这一款就是金色的 完全hold不住 就它的色号而言 我觉得只有300 Translucent 是我们亚洲女神能用的 其他真的很难hold住 接下来是Mark Jacobs 这两只睫毛膏 白色的这一款是睫毛打底膏 很像暖色调的自然色号的粉底 这两款睫毛膏都是浓密型 一只眼睛是单独用这只睫毛膏 还有一只眼睛是涂了这个睫毛打底之后 再上这只睫毛膏 我觉得效果都差不多 卷翘度只能保持一半 没有什么牵长度 就只是帮你浓密了一下睫毛 而且它的这个浓密的感觉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 苍蝇腿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效果 因为毕竟是Mark Jacobs这个牌子 它的价位也并不便宜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拔草一下 这款Mac加170的粉底刷是看到很多博主都推荐我才买的 的确它非常的扎实 把粉底液在手背上推匀之后 用它少量这样沾取 然后就这样推暗式的慢慢在脸上上妆的话 是可以达到一个全遮瑕的效果 它是会有一点点刷痕的 但是不是非常严重 最后大家把它挥匀了之后 其实是问题不大的 但我不喜欢它的一点就是 它比起artist来说 上我的脸还是有一些刺刺的感觉 就是它的毛的质感 上我的脸还是会有扎我脸的感觉 对于我这个明感皮肤的女生来说 这一款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推荐 这个Morphy的M433 上我眼皮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粗糙的感觉 也是使用感不是很好 会有扎扎的感觉 所以我也不是很推荐 接下来是这款欠币家的香水 它标榜的还是花香的 超级刺鼻 那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给大家拔的所有的草啦 希望给大家省下了一点钱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视频的话 请点击关注我 这样的话有新视频上传 你就会受到通知啦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